所以又是慣例嘛 可以這麼說 之前我們曾經有一年預算炒過 就是帶鄉鎮市長出國 那時候你也說這個是慣例 今年這個又是慣例 下一個要來跟處長問 我們在今年的預算書裡面 看到有一個東西非常奇怪 111年的憲政成果及民政業務交流活動 編了497萬 接近500萬 請問這個是什麼東西 過去在預算書上我是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東西我特別跟議員來說明 這是每一屆縣長在八年卸任的最後一年 他都會邀請當地的一個基層的民意代表村里長 來參訪這八年來的一個施政成果 這個都是 也就是說八年會編列一次這個預算 所以又是慣例嘛 可以這麼說 之前我們曾經有一年預算炒過 就是帶鄉鎮市長出國 那時候你也說這個是慣例 今年這個又是慣例 那縣長平常有沒有做的建設 有沒有他的憲政成果展現 我相信縣民都看得到 民意代表們一定都會更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再花這個500萬 辦這是什麼 畢業旅行嗎 呃不是 這個不是縣長用的 是所有的基層的民意代表跟村里長 然後具體來說會做些什麼 參訪 對 讓他們來了解 這八年來我們苗栗憲政施政的成果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也是建議議會同仁這筆預算可以刪掉 500萬也不是一筆小書 過去我們就有建議過 是不是可以著編一點點的費用 讓我們的各小組的委員 成員們在縣內做參訪 去了解憲府的建設 那個案子都沒有過 然後你這跟我說你每八年要編一次 讓這個縣長最八年來的施政成果 跟民意代表說 甚至還不是跟我們的縣民說 是跟民意代表說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建議可以刪掉 好 最後我剩下一分鐘的時間 要跟處長建議一個東西 民眾他如果要去尋找他的親友 但是其實不知道這個人在哪裡的時候 其他縣市有一個服務叫做尋親服務 就是他可能沒有辦法證明 他跟這個人之間的法律關係 他就沒有這個資格去護政事務調資料 但是有一個服務叫尋親服務 然後我前陣子有接到一個民眾 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我非常驚訝 其他縣市有這個服務 可是我們苗栗的護政事務所 是沒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的 為什麼 可不可以請處長說明一下 我想我們這個 我們很樂意來做這個服務 但是又涉及到個資法 然後涉及到過去我們曾經協助過 結果是為了感情問題 為了債務問題 可能為了錢嘛 為了債務的問題 我知道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同樣的 其他縣市一定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有一個 想一個折衷的辦法 我們可以 以我們附贈的單位 跟對方來聯繫 比方說我找你 被尋人一定要同意 願不願意跟假 要不要跟乙來聯繫 如果不願意 其他縣市就是這樣子 你找到之後 你要看被尋人願不願意被聯絡 他如果不願意的話 就到此為止 對這個我們可以來做到這點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增加這樣的服務 讓我們可以增加 有些人 我希望你把這件衣服 會不會有的 不願意被尋人 還要再一個 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來